政治方面的消息要来关心到 国民党立委安排 5月16号率团到太平岛考察 但时间点落在了520之前 被解读说是跟总统蔡英文在较劲 考量政治敏感性 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不参加的 改由副院长张启臣带队 但绿莹仍然质疑说 如今南海情势紧张 以立法院副院长的层级登岛 恐怕会挑起区域紧张情势 现阶段我们不建议总统去太平岛 南海情势紧张考量总统维安 现在不是登太平岛的好时机 国安局都明确标态了 国民党可不甩 先是大动作要总统蔡英文登岛 蓝维马文君又安排 在5月16号蔡总统卸任前 国会赴太平岛考察 但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却没有要去 中国片面的拉高紧张局势 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一个周边国家 会有国会大动作的率团考察 为什么国民党偏偏要扯台湾后腿 让台湾成为troublemaker呢 现在怎么是troublemaker呢 刚好又是太平岛的码头啊 军工 这时候他去花天津地义 而且宣扬主权 原来怕被解读与总统较劲 改由副院长江启臣带队 但遭令执疑身份敏感 实际点也不妥 现在连江启臣立元副院长 要亲自率团 这就拉高了整个考察团的国家层级 不可不慎 实际不宜却越久越大团 不限于外交国防委员会 已经十几人报名 不止蓝白都有立委要去 连民进党也有人报名 却临时喊咖 本来有同意想要去 这个时间点是不宜的啦 所以我这次就没要过了 我也希望未来国防外交委员会 可以摆着去那边看一下 毕竟是我们台湾 这个领土的最南端 我们很期待 捍卫国家主权 元首登岛不见得是唯一途径 就怕稍有不慎 挑起政治敏感神经 建议宣刘传媒台报道